当天下午 范贤出去了一趟 在京都的街巷中走了一圈 确认了很多事情 很小心地没有去药堂 而是直接进入三处一间隐蔽库房 取回了自己需要的药物 三处常年需要大量的药物 而且处中人员 大多是那些只知买手药中的古怪人 他身为监察院提司 对这些分布十分清楚 神不知鬼不觉地取了 相信不会让人查到什么线索 回到客栈中 上好商药 把双脚泡在冰凉的井水里 范贤低着头一言不发 白天他乔庄之后去了很多地方 但大多数要害所在 都已经被进军和京都府控制了起来 尤其是家里的父亲 他感觉到了有很多高手的存在 不敢冒险与府中人取得联系 他还去了监察院与疏密院的外围 监察院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非常清楚 那间院子也时刻处在内庭的监视之中 至于疏密院也是繁忙至极 对于军中的一应手续 他有很详尽的了解 用了半个时辰 他确认了 宫里那位老太后还在掌控着一切 并且十分睿智地 选择了在当前这个危机关头 调动边军开始向着四周施压 毕竟他担任监察院提私已久 在京都有太多的眼线下属 而且有报月楼和江湖上的触角 虽然不敢联络太多人 可是要搞清楚当前京都的状况 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此时范贤心中所想的最多的事情 则是 范贤抬起了头 取了毛巾胡乱地擦了一下脚 躺在床上 看着上方两顶发呆 皇帝真的死了 范贤的心情十分复杂 有些震惊 有些压抑 有些失望 有些不怪 如果陛下真的死了 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摸了摸怀里贴身藏好的 陛下亲手书信和那一方玉玺 范贤闭上眼睛休息 为晚上的行动续养精神 却许久不能进入安静之中 接下来的局面实在是太暇 此时摆在自己面前有两个选择 而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其实都是一种赌博 如果想要阻止太子登基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进入皇宫 将陛下的亲笔书信和玉玺当面交到太后的手里 可是范贤明白 如果皇帝真的死了 以皇太后的心理 为了庆国的稳定 说不定那位老太后会直接将这封书信毁了 太子与自己都是太后的孙子 但太后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 甚至因为叶青梅的往事而一直提防着自己 谁知道太后会怎样决定 如果她真的决定将陛下御赐的真相隐瞒下去 那么范贤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 自然会成为太子登基道路上第一波祭祀的猪狗 还有一个选择 范贤可以联络自己在京都的所有助力 将大东山谋刺的真相全数揭开 双方亮明兵马狠狠地正面打上一场 最后谁胜了 谁自然就有定下史书走向的资格 这个选择会死很多人 但看上去对于范贤自身却要安全一些 但眼下的问题在于 范贤无法联络到父亲 也无法联络到陈平平 据说院长大人前些时候因为风寒的缘故 务服药物中了毒 一直缠绵踏上 范贤不知道陈平平是在伪装还是如何 可是他在分礼处偷看到的情报里说得清楚 下毒的人是东夷城的那位大家 天下三位用毒大家 萧恩已死 费先生已走 最厉害的便是那个人 如果真是那位大家出手 陈平平中毒也不是十分难以想象的事情 陛下遇刺后所有的动静都隐隐指向一点 虽然宫中直至此时 依然没有认定范贤是刺杀皇帝的真凶 也没有让朝廷发出海捕文书 可是暗底下已经将他当成了首要的目标 一旦范贤在京都现出身来迎接他的 一定是无休无止的追捕 而现在对于范贤最不利的是 燕小矣的失败 自己活着的消息 应该也是在这两天内会传入京都 不论太后是否相信范贤 可一旦范贤活下来 他会想掌握住这个孙子 然后在一眼看着沁国的将来 一手决定范贤的生死 婉儿和思思在宫里 父亲被软禁在府中 平静躺在床上的范贤 脑子里急速转动着 最终还是下了决定 晚上不回范贤 直接进宫 即便说服不了太后 他相信自己依旧可以谋取某种利益 毕竟在皇宫里 还有许多的帮手 而且许多人哪怕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会十分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 至于范贤那边 禁军由大皇子统领着 应该不会对父亲产生太大的威胁 想完这一切之后 京都的一天又已经结束了 淡淡的暮色渗入窗中 令客栈的房间里散着一抹暖暖的色彩 范贤获得睁开双眼 眼中充斥着强大的信心与执着 只要洗去了在自己身上的谋逆罪名 有监察院在自己的手中 有大皇子的禁军 宫外有父亲国公府的能量 宫中有一柜皮宁才人相助 还有那位据说一直跟在太后身边的 红竹小太太 只要叶琴二家军队无法入京 这整座京都 谁能比自己更强大的 旨意已入征西军营中 险服的五千军士已经拔营回西 大约十日之后便会开始发起战事 皇宫之中 一位垂垂老矣的老将军 坐在了一个软凳之上 恭敬地对太后说道 南兆国主上小 应该起不了太大的乱子 至于东北两个方向 郑北军加新胜之势 严大都督应该能压住上山火 严京西大营与宋国接壤 至此入境不需三日 东一城不敢有异动 太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皇帝的死讯已经传遍京都 只不过一直勉强压制着 可是这个消息终究是要传遍天下的 谁也不知道 天底下那些势力 会不会趁着狮群领袖死亡 新的狮王未出之际 贪婪地寻求一些什么好处 所以在处理国座事宜之初 庆国臣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便是以强大的军力 震慑住那些人的野心 太后冷漠地看了老将一眼 说道 不够 证哀家旨疑 令淑密院你个作战方略出来 半个月内 三陆大军必须向外突击 以一百里地为限 多的涂地 咱们不要 但如果打得少了一里地 让叶仲 燕小仪 王志昆这三个家伙 自己把脑袋割了 太后英明 秦老爷子叹了口气 他身为军方第一重臣 自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庆国反而要对外大举用兵 本依旧疑虑地说道 只是 这骤然发兵 怕是粮草跟不上呢 打了就回 北齐东仪里面 又不是大漠一片 要抢什么抢不到 只不过半月的公事 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在这个时候 我大清朝不能乱 所以 必须多杀些 强些 让别的地方 都乱起来 韩光殿里安静了许久 太后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你有什么意见 秦老爷子低手恭敬 敏道 老臣不敢 只是应一力而行罢了 其太后奉心独栽 太后想了一会儿以后 缓缓地点了点头 所谓一力而行 陛下既已宾天 那自然应该是太子继位 太后想到这两天里 与太子进行的几次谈话 对这个孙子的满意程度 越来越深 觉得这个孩子 比他母亲 倒要更清明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